這麼說啊 什麼人的自主 我都要 他們問我最想入哪隊校隊 CTU入面的校隊 哦 歡迎收看城大體育頻道 我們是城大女中 我叫潘玉琪 很多人都叫我潘舌 我叫陳偉忠 那些隊友都叫我悶 我是吳瑞賢 可以叫我阿姨 我是陳曉曼 J 我本身打排球我很矮 踢球 矮來說沒什麼所謂 所以很有成功感 小學的時候 好像練足球沒什麼人 我就自己去了踢球 而且特意選手籠 因為沒有人手籠 我就可以去踢 每次好像約一群朋友玩 所以就一直繼續下去 而且踢球真的很開心 之前有個傳統就是 我們經常練完球 都一定要跑八個足球場 我們U隊練五人足球 那天就紅雨 但沒想到教練沒有取消這個訓練 所以我們就在紅雨之下 在硬地足球場上 苦練了兩個多小時 那次是預備我們的複數 球都還沒碰的時候 我突然就說 你們去跑山 然後就真的跑了整個山 再回來再練球 那一年你們的成績是 我們拿了冠軍 努力有回球 對啊 我們拿了冠軍 我跑那年也是冠軍 這麼說 10年人的自尊 我沒有跑 我覺得沒有跑的時候 做好了 我覺得不用整天跑 我覺得多一點踢球會開心一點 我們去台灣 會逛逛夜市 大家去吃吃小吃 其實把氣氛融會都很好 而且香港女子足球的對手 也不是說很多 我去到海外 我可以多對不同的對手 因為日見夜見的時候 你就會跟大家朋友 很多時候又會聊天 又可以去吃東西 嗯 喝完 真的挺開心 因為我們朋友都是對男子隊 然後也聽過叔叔問 阿妹 其實為什麼你會選擇去踢球 我不覺得我們一定是比他們差 喜歡一個運動 沒有分男和女 我也希望有多些女生參加足球 那我們終於可以跟女生踢 一開始接觸的時候 都會覺得很難 但是玩下去才慢慢發現中間的樂趣 還有運氣也挺重要 要遇到這麼好的隊友 我才會繼續堅持下去 麻煩你 自己對自己的紀律 你答應了今天要來練球 就真的要來 第一位 紀律的差異 3 2 1 蛤 為什麼 為什麼是我 我一定是最有紀律的人 我說真的 你經常做功課 對 他真的經常做功課 5點練6點到球場 我再指過數2 3 自己對自己的紀律 你答應我今天要來練球 就真的要你 我來想爭冠軍的 贏 場場都贏 贏啊 對 我也是這樣想 贏 其實我們成立有句說話很有趣 Be the best step we can be 很簡單已經帶出了我們要做的事 你要先相信你自己 跟著就相信你的隊友 那我們才可以一條心去做每一段事 贏 我先 除了你本身所屬的校隊 你最想挑戰入哪隊校隊 我真的最喜歡CTU 所以我真的要時間想想 最喜歡CTU 是啊 錯了錯了 應該要所屬校隊 他問我最想入哪隊校隊 CTU入面的校隊 我最想挑戰入劍擊隊 希望我可以勁到可以認識到張家朗 分享一件在校隊最難忘的事 3 2 1 讓我想一下 最開心的是大家一起吃東西 在台灣的時候真的日吃夜吃 好像比踢球多 然後真的 沒有這樣的事 我們很努力去對那些 每天都是踢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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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兩節 一晒雨林 通常訓練之後要如何補充體力 傻吃東西 你扮什麼聲 選伴侶時你會不會選懂運動的人 會 因為他可以鼓勵我一起訓練 說出你們的球隊、領隊 然後用一個形容詞形容她 MISS PUN 好動喔 而且很漂亮喔 好動喔 好動喔 哈哈哈 好粗啊 MISS PUN 是一個這樣的人 分享一個你們隊的FUN FAT 足球女足界戴尊是沒試過農場 我覺得挺搞笑的 我拿這個 嘩 兩人互用球頂足球十次 這感覺很痛啊 我拿一點點 3 2 1 說一句你想跟教練說的話 我會努力練好體能 不過希望你不要再要我跑圈 最怕聽到教練說什麼 阿賢 Please call me 我們教練很喜歡跟我們聊電話 但是很多時候如果聊電話就會一聊聊 可能一個多兩個小時 就是最短都可能真的半個小時 好怕 挑戰 三次機會射中門尾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 留言 讚 讚 訂閱 我們下支影片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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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成大女足已經打入大專決賽了 決賽將會在這個星期日7月3日上演 你們記得努力 如果不是 你們每次練球都跟我去跑山 OK 拜拜 пох toc 好可怕